你说真的要培养成谁谁谁的样子 或者说你觉得可能没有 把他当明星球员在培养 真的小敏小敏 敏哥的高中跟大学的数据 你有没有去看过 或者说他职业生涯初期的数据 你有没有看过 那个俊兰他连亚青国手都没选到 教练给你时间 你给球队什么 又有混双观众来看 世界棋教练 这个礼拜 因为我没有下去打克赏 所以我没有办法亲身经历 我们光还在连败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 连胜中的球队正面对决 就是连胜不止的球队对决 然后总是会有一方是落败 我比较想先谈这个 最近是在连败嘛 也没什么好讲 不会啊 大家会想要知道你们内部的气氛啊 就现在我觉得还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重心都比较放在 冬超 一定要的啊 为国争光欸 现在就是要靠你们为国争光 只剩我们 这一定要的啊 我们不能说国王输求 我们就这样子一直屁 可是他们现在在为国争光 我们要支持他们 就是想尽办法要打进黄金冠军州啊 对啊 一定要啦 这个一定要 毕竟有100万嘛 钱不是重点 现在是重点是为国争光这件事情 这台湾的质染 跟其他的国家的质染 哪一个联盟到底是最好的 对啊 而且经营的方式 还有打球的风格 尤其是其实这几个联盟打的是 东超的规则 都跟自己国家的联赛 其实规则都是还是有些有些出入 你们是取一还是取二啊 取二然后打四强 这边的一跟另外一组的二打这样 对对对对 四强的话也是要主场一次客场一次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全部到一个地方打了 但如果进四强你会跟吗 还是客场不跟 客场不跟 还是不跟 哇塞 没有你不知道自己去吗 我要自备 我要自备 藉由这次东超 也想说让观众们更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不是只有球员可以体验到 我觉得观众也可以落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在自己的心里面觉得说 不管是日本 菲律宾甚至韩国 每一个地区的囚风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其实还有一些厂下的东西 怎么经营他们的这些主场 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想要 想要让大家比较了解的 所以这次就是会跟到韩国去 然后介绍一下 赚到 对对对 赚到赚到 所以我觉得有趣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大家好像都觉得说 国王队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比较注重东超 然后国内联赛好像变得大 比较有气无力 但我觉得原因有蛮多个的啦 就是当然就是加了敏哥跟Q 我是觉得敏哥他基本上 因为打球经验很够了 他一定知道说怎么样跟这种NBA等级的球员 去打的更有效率 他的空手走位其实也是比较让人家会低估的 因为他的空手其实在他球员初期的时候 其实他很会去找那种空间去放球 他要处理球也可以 但是他要打无球的他也可以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敏哥在 然后有豪哥在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球赛的解读 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层面 就跟现在的国王队在打81 我觉得没有敏哥在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差 我觉得还是有差 当然就是敏哥还是要防守啊 没有这个没办法啊 年纪到了啊 进攻看不出来但防守一定有差 一定有差 防守一定有差 差很多啊敏哥 哈哈哈哈哈哈 以前敏哥也是大所行的好不好 今天早上还在跟我 还跟哥哥 跟我们两个开玩笑说 还好篮球这个运动 有攻有守 如果这运动是只有防守 我大概不会选这项应用 哈哈哈哈 所以啊敏哥防守好不好加油 你们剩最后一个客场要去飞去韩国 是吗 还是说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客场 还有两个客场 就是一个一个那个冲绳 一个守二 你们自己对内评估日本是最强的 日本是最强的 他们的那个栏底下 粗啊 那我今天查 他们球员是没有特别有名的人 暗本龙一 他们的那个控球 还有他们的30号 他们球队的超级射手 在日本也是很有名的 然后当然就是他们的那个洋将 有一个叫Vic Low 基本上他的他的球风就是属于 三号位 摇摆人这种 可是他在他们球队打到四号 就是很灵活的一个 又能抢 然后得分基本上就是跟喝水一样 的那种 就是很多招式 就打斗牛的那种 蓝底下还有一个 很粗的一个白人中锋 他就基本上就是来场上打摔角的那种 他们每一个位置上面其实 都人才积极 难怪会是去年B-Link的冠军 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一路都很想 连续大概六七年 真的很稳定的那一种 是团队型的是不是 不会有什么大喜大怒的那一种 这种球队这很公平 许哥是不是开始戴眼镜的时候 互帮战这一点 对我那天有跟他讲 就是其实眼镜对他来说好像有点不利 可是他说他不戴不行啊 许哥说现在看那个上面分数 就有点真的会看不到 不是要呼吁一下爱惜自己的眼睛 真的要爱惜自己的眼睛 灵魂之窗 现在才知道灵魂之窗的重要性 我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去基隆 18岁去基隆打球 被打到 人家直接这样 直接这样打 猫下来 对猫下来 然后眼睛那时候淤血 整个看不到 现在提早退化了 有影响一下 有影响后遗症 所以打球不能乱打 不会被人家修理 哈哈哈 这有关联性吗 因为是人家从后面这样子过来 我看不到啊 我一个进攻犯规 然后人家就 谁带我去打了你知道吗 现在战机最火烫的灌伦轮总 轮总带我去打 去基隆打 讲到了轮总 很会Cue 对对对 不得不提啊 我觉得六连胜很不容易 而且他们都赢到强队 对都赢强队哦 孟详家国王也赢嘛 富邦也赢 这部连胜的这个纯金度很高 对真的很高 所以我觉得换了扬将 就是威哥很久之前提到的 就是換教練不如換楊佳 最有用 換了一匹雲豹的班底 一個豹一個屍好不好 都是貓科 所以換了一匹 欸沒有磨合的問題 搭配起來好像就是很有默契 上禮拜開箱滴滴 他在外線的牽制 大畢基本上在這個聯盟 已經算是讓很多球隊是比較頭痛了 可是滴滴的開箱那一天 因為滴滴有外線 所以導致大畢一定要比較虛淺的去干擾 滴滴的傳球 甚至是他的投籃 夢想家的禁區裡面就變得比較沒大人了 不管國豪啦 不管艾夫伯啦 不管是誰切進去 在裡面攪候的時候 都蠻有劍術的 甚至是克拉 在裡面攪候的時候 都是蠻有劍術的 我覺得這一點跟滴滴牽制度大畢 我覺得是有蠻大的一個因素 如果說滴滴一開始在上分場 他沒有投進那兩三個三分 我想大畢一定也一樣 就是還是一樣跟之前一樣 甚至也不是新招啊 你們之前每一隊都會這樣打夢想啊 可是就是其他隊的外援 你的五號位投籃沒有那麼穩定的時候 其實老實講大畢就一樣啊 我就住在裡面 我就住在 他就差不多住在差不多罰球線 因為大畢的橫向移動很快 他的橫向移動是補防啊 斜防去待那個火鍋的 意識很強 所以他這個很快 所以他基本上只要站在罰球線手舉著 基本上就可以干擾到外線的球員了 如果說傳一個後門進去 這時候大畢在罰球線左右 他衝回來在待那個火鍋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待得到了 因為他的那個橫向的機率是很大 相較 滴滴跟大畢那天的數據就是 兩個就是有一些落差啦 不要說一大段 如果是以數據來看的話 當然滴滴的狀態 應該也還沒到百分之百 對 所以他以現在他的狀態去發揮 其實給工程師有很大的幫助 夢想家會輸球 應該也不能完全怪滴滴啦 因為主要是 他們沒有登錄到麥卡洛這個點 又測試到新洋將嘛 因為這個點其實是蠻關鍵的 他們的想法是因為要針對艾夫伯 但是我覺得像夢想家之前 會贏很多對手的時候 他們都是籃板球 贏很多 那麥卡洛他的籃板 也是一直被人家低估嘛 可是他這一季啦 今年這一季 一直拼搶籃板球 所以少了他內線的繳獲 跟這種移動性 又少了他的得分 就是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基爾貝克他得分 沒有辦法的時候 布伊德得分 也沒有辦法的時候 麥卡洛就是 對對對 關鍵啦 一個突破重圍的一點 一個比較有點無解的點 因為他的跳投真的是太高了 太高了又遮不太到 天分 對那個就是身體的靜態天步嘛 就是他那個出手點 他這個籃下腳貨 那他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好 我覺得用一場的比賽 去測試這樣的陣容 那也ok啦 但是斷了這個連身 其實蠻可惜的 要不然就可以創一個聯盟的新紀錄 但是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也都 也都是ok 但是目前看起來 工程師感覺上 有點無解了 就是說在洋將的部分 克拉 滴滴 跟艾富伯 這三個如果處理的好 那基本上也不用用到第四個 這三個又可以輔佐郭豪 那郭豪他就可以無限的 就是有一些創造力的搭法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組合 他們這個本土跟洋將的磨合 我覺得 現在近況是最好 其實我會比較擔心 工程師未來 因為老實講 大家都在熟悉 針對性之後啦 我老實講我會比較擔心 工程師未來會怎麼走 因為工程師這波連勝 永遠是只有三個人在得論 國豪 艾夫伯 然後克拉 那最近多了一個滴滴 但是滴滴那一場 其實老實講 分數也沒有到頂高 可能是第一場 還在適應還沒有狀況 還沒有到最好 這樣也很好啊 對這樣也很好 可是 三巨頭啊 那你三巨頭 你可以走多遠 甚至是你有沒有 第四個第五個 你現在那個 杜邦就沒有三巨頭 就連敗啦 對啊 沒有服務的時候 這一波連勝是因為 氣勢很旺 那其實大家的狀況 其實也都是蠻High的一個狀態下面 去打這一些比賽 可是如果說 你真的遇到了挫折 或是說有一波低潮的時候 我很擔心他們低潮會 像開季一樣一路低下去 這是我現在目前看到 我覺得會有點擔心的 一個隱憂啦 因為現在的狀況很好是 這陣子這一波連勝 這鐵三角狀況都很好 都非常好 都二十幾分 基本上這三個加起來都八十幾了 所以你再加上幾個 零星的得分 錯了幾顆 你差不多就是 九十幾一百了 所以國豪如果真的被斷掉 你剩兩個得分點 那有沒有第三 第四個得分點可以跳出來 幫忙分擔國豪的這個重擔 因為現在的確是我覺得 看到國豪現在這段時間的 你想的太遠了啦 太遠了啦 欸我是 他們很緊張 對啊 你就國王你自己都不緊張 你緊張到工程師那邊去 剛好這波連勝啊 這兩個人幾乎都沒打嘛 也打很少嘛 一個是阿先生嘛 另外是朱雲豪嘛 各位這兩個人有擔心嗎 欸 兩個都左撇子嘛 哈哈哈 阿先生就好好準備 我們那個亞洲盃資格賽啊 好好準備啊 對好好準備備戰啊 盡量不要受傷 現在保護他 為國家 對先保護他 雲豪的位置很尷尬啦 你卡到艾夫伯了嗎 沒有雲豪其實我覺得 我一直對他評價是很高啦 但是我事實上我也沒帶過他啦 對 可能裡面的一些牛肉 對 還是什麼 Mega啦 對Mega 可能還沒有得到教練的一些 對 或是還沒有讓教練可以 放心 對對對 但是他的能力確實是有 然後我也知道 大家網路上面討論他 打了幾年嘛 沒有什麼成長或什麼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時間 還是要給他們多一點時間 就是說 時間不是上場的時間 是時間去學習 怎麼樣在場上生存 因為你不可能那麼快 就是馬上的去進入到狀況 我最近就跟球員講 你在場上 你守不住就不用打 然後再來是 你不講話你也不用打了 你以後職業隊上去 人家就是看你 你沒辦法守 你就真的打不了啊 所以鎮牙現在也是防守的問題啊 對啊都一樣啊 但我覺得 朱鑫豪可能在教練的要求 他的防守可能還是需要再加強 但是他的投射 他自己如果能夠投得很準 很穩定 投到人家會怕 我相信 應該就會有上場機會 在大學UBA的時候 其實他投籃 我們是真的是會怕 進的話真的是可以聯繫進的那一種 對 可是現在為什麼都沒有這種畫面出來 他的信心就真的要自己要去調 你身為射手的你應該很清楚 信心啊 你那信心不能掉啊 就像你們上次在討論右者也是一樣 對 就是一樣的東西嘛 你有那個能力 但是你卻沒有辦法馬上的給球隊貢獻 那當然教練就換投了進的人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工程師 這波連勝 當然很開心 有這樣的表現 講到另外的夢想家 連勝被終止了 我也是覺得其實蠻惋惜的 因為其實我一直覺得 每一年每一年都有 新的紀錄被破 就是打破了一個原有的紀錄 然後創了一個新的紀錄 其實我一直都很期待看到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其實一直很期待 夢想家有沒有機會可以挑戰這個東西 可能就是 剛好就像威哥其實也有講 在這波挑戰連勝當中 洋將配置的問題 然後輪替上面可能會出現一些 可能一些弱點或是一些破綻 就是可能在對位的時候 可能會被剋了 剛好他的這個洋將的選擇 你沒有選擇賣卡洛 你要選擇開箱新的洋將 所以剛好這個點被剋到 這個禮拜我是覺得蠻替那個震讀的 因為那一場我轉播 我覺得這個禮拜 我是比較有心情的一個畫面 其實大家 大家都很難過 看到這樣子就是覺得 心裡有揪了一下 當下是覺得不要太 不要太嚴重 不要太嚴重 那官宣了 然後我覺得他蠻好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大哥的崩盤 就是說 把這種正向的能量 傳遞下去給他的隊友 或者說給一些網路的鄉民 或者說網友 但我覺得就是因為 我們就是比較年紀比較接近 也是你前隊友嘛對不對 都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但是鋼鐵人真的還是要加上 因為剛好開湖了 開湖了 也要恭喜他們 隊長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夠傳遞正能量 然後也不要太多的一些 負面想法 能這樣樂觀的面對 我覺得真的很棒 而且我很佩服他 因為一般人遇到這種狀況 可能沒辦法這麼正面的去 所以又有點年紀了 希望鋼鐵人 未來在這一波開啟連勝的時候 是帶著正如一起 像Kobe有慢八心態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 正如的這種心態 然後鋼鐵人的球員們 然後可以繼承他的這個意志 然後讓他今年這個賽季 對啊 可以好好的復健 復健修養 那帶著他的這個意志 再開啟另外一波 比較新的高峰 祝福正如 然後也希望不要再有 讓我們球員再受傷 好 畫風一轉 爪廣 原本我覺得這一場很關鍵 結果我沒想到 沒有算到舒豪不打 你們那一場蠻關鍵 就是說 欸夢想家跟你們這樣子 誰上去 欸還真的讓夢想家贏了 但是你們也是在調整啊 我覺得現在也不要說調整 就是 就是在調整 也是在 也是在 沒有因為我最近有得知 得知一個消息 就是我們現在也要開始 就是要尋找一些 真正的可用之兵出來 又走互放路線了 現在要尋找 但是你們的新人都被PR 是教練不給機會 還是球員自己不爭氣 我們常常會講教練給你時間 你給球隊什麼 那天其實打完比賽 禮拜天是休息嘛 然後禮拜天其實我跟敏哥有去球場 我們有去做訓練 然後做訓練的時候 剛好有看到那個蘇培凱 哦 他打仙八耶 對對對 他也帶著他的一個訓練師 然後也在球場在做訓練 我就跑過去跟培凱說 欸你加油 我覺得新人就是這樣 不要怕犯錯 然後也不要怕這個機會丟失人 就是你上去 你就大膽一點 你犯錯 大家不會對你們怎麼樣 因為你是新人 沒有啊 對他們嚴格啊 都在屁他們啊 怎麼會不會怎麼樣 所以我說不要想太多這些聲音 把這些聲音都排除在外 但是我說過 其實在新人球技裡面 尤其是在國王的這種球隊 你在新人的時候 有這種機會跟時間 打仙八耶 其實那已經很棒了 打仙八耶 你要知道說你自己的能力 是比很多人都好了 所以你不要想太多 那下一場如果再有這機會的時候 拜託加油 拜託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想太多了 所以不要想太多 你上去就是做該做的事情 做一個很稱職的一個角色 跟你的工作 其實就OK了 不是我那天不知道是 聽你們的Podcast 講那個俊男的事情 還是怎麼樣 培養的那個方式 是不是不對嗎 對對對 所以我有聽到你們 在講一些新人的一些話題 但是我覺得這種東西 其實球員就是隨時準備嘛 那真的隨時準備 你說真的要培養成誰誰誰的樣子 或是說你覺得可能沒有 把他當明星球員再培養 給他時間 但是我說真的 他從高中大學 都不是那樣子的 球隊的那一種球員 那你要在職業說培養他成這個職業球員 不是說他不行 是需要很長的時間去累積 那他高中大學 都不是說所謂球隊的一格 或是真的就是數據彈開來 就是十幾二十分的那一種 對 那你說你要把他培養成敏哥 或是培養成那個 我不是覺得他不行 他未來有機會成為那樣的球員 但是需要時間嘛 所以球迷當然是希望說 他上場就一定要馬上有貢獻 越快越好啦 但是這個也是應該的 你上場你就是要有存在感 你要有效率 你在國王隊 你可能只能當這種有效率的球員 然後慢慢去堆疊你的時間嘛 對 那如果你上場你沒有存在感 你沒有一個有效率的做法 當然教練就不會再給你多的時間了 真的小敏小敏 敏哥的高中跟大學的數據 你有沒有去看過 或是說他職業生涯初期的數據 你有沒有看過 已經是有那個實力在那邊了 那個俊然他連雅清國手都沒選到 那他連那些資歷都還沒有堆疊起來 他真的就是需要時間去培養他 他不是這麼的快 我覺得也不要太快的苛求他 一定要打到什麼樣 那他也不要想要一步登天啊 我就是要成為敏哥 我就是要成為誰誰誰 就是穩穩的啦 就是你要穩穩的 一步一腳印的慢慢去堆疊上去 讓人家看到 你是有這個能力 成為那樣子的球員 其實我們從以前打球到現在其實也都是 對啊就慢慢堆疊上去啊 也都是這樣子過來 我們也 以前是 田壘接班了 你還真的以為你 你是田壘喔 哈哈哈哈 你還真的以為你田壘喔 對啊我們也沒有說 人家是什麼小田壘 我們才差兩屆而已 就田壘接班了 你還真的以為你田壘喔 敏哥不就要這樣講 敏哥 我真的以為你田壘 真的不累喔 我們就是一步一腳印 我們也沒有說一定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 但是你至少慢慢慢慢去往上爬 現在是替補球員 你就扮演好替補球員 有機會你爭取到變鮮巴球員 對 一兩場 抓住那個機會 上去人家 欸你是能夠培養的喔 你是能夠打 打這種承擔責任的 上一場 夢想家 博智到底打得怎麼樣 我看評價很兩級 如果你要以防守端的話 當然還OK啊 就是真的還OK啊 因為他扛住了幾球大B的攻擊 真的老實講 如果是以防守端的貢獻來看的話 我覺得已經很棒了 你還能要求什麼 尤其是他身高也就那樣子而已 很幸福了啦 博智很幸福了啦 已經很棒 那你說他在進攻端這邊的貢獻 你說他沒有達到大家的要求跟水準嗎 我覺得因為他剛好他上去的時候 他擺到的地方是他剛好都被放投三分嘛 那剛好坐機就坐到他那個點 就是只能說很可惜他沒把握住 但他至少敢投 他至少敢投啊 而且那個真的是機會點啊 那如果說他那個機會點 他也不去投 他也不做出手的時候 還有誰可以投那個球 所以其實你說他那樣球真的打不好嗎 我覺得在防守端上面 我覺得都要打個八九十分了吧 以他的這個水準來看的話 我覺得就是八九十分的水準擺在那 那進攻我覺得還是有些可圈可擬的地方 他的傳球 還有他的擋人 我覺得都是一些很好幫助隊友 創造機會的一個過渡的一個過程啊 那其實他在做這些過渡的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沒有七十分也有個六十分啊 所以其實老實講我覺得博智那場球是打得很好 中規中矩啦 對 我覺得是打得不錯 就進攻沒得分嘛 就只是沒得分而已啊 可是你看場上他在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其實老實講他幫隊友創造很多機會 然後幫小胖擋擋了兩次 然後幫海登 這種非常的重要 對啊幫海登擋了幾次 然後卡位 然後讓後衛衝進去抓籃板 那場比賽他做了很多次啊 所以 無形啦 對啊這就是無形啦 看不到 其實蠻多人的看法都是 但是我們現在只是在低潮的階段 那你什麼時候會回到 顛峰的窗外經濟不一定 下禮拜啦下禮拜就贏了 所以禮拜打公司 禮拜那打完會不會消耗掉 應該會消耗一點啦 因為畢竟 琉球黃金國王 很厲害 欸是真的強的球隊 看新聞說三一場書 萊恩在那個記者會也升級期啦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國王連敗下去 他也會怎麼樣啊 對 然後有什麼異動啊 對 會不會會木人時啊 他就說我不想回答這些問題 不會啦我覺得以現在國王的洋將配置 其實已經是定位了啦 你說真的要換誰 富邦也在找洋將 因為富郎受傷嘛 富郎蠻可惜的 因為我覺得他蠻融入富邦 以富邦找洋將的邏輯來看 我覺得他們比較偏保守 所以可能你要再等到另外一個洋將來的時候 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繼續期待一下 好不好還是有很多很精彩的巴西賽事 那當然還有我們禮拜三 這幾週都有很很精彩的那個東超 都可以鎖定 你有喜歡觀眾哪來看的 好不好 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最精彩的賽事都在 MOMO TV 小力 惠哥 下一見